海牙的車站好高級啊 上下两次 然后上面是电车 下面应该是铁路吧 太厉害了 看到了一下拉面 我进去吃吃看 不知道是日本的话应该 这个看起来不是柏多系的 虽然是日本的 但是不是柏多的 算了 应该不好吃 海牙是临在海边的一座城市 我在那位置厉害 边是有点远 但是可以看到有很多河流在中间 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城市吧 我目前看过了 那它市中心部分还是有很多比较先进 就高科技的建筑啊 高大的那种楼房 也有这种像普通居民区一样 安静生活的地方 但是都不算装乱差 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真的感觉挺舒服的一个小城市 但它其实离阿姆斯特丹很近 离路特丹也很近 像个大城市来说 OK 大家听我声音就知道今天 是怎么说呢 昨天也没有算完全感冒 但是你说 没感冒吗 头有点晕晕 so 我可能需要好好睡 这样明天才有精神吧 现在我每天到不同城市 我家的时候都在傍晚 这样是很搞笑 今天是坐了三个小时的大法过来的 前 再提到半小时就可以在路特丹下 过路特丹指海牙 海牙再过去一个小时就是阿姆斯特丹了 还是挺好的一个地方吧 总结一下 目前看来 因为我明天 我只会在这里停留一下 我主要是去看大洞 那我明天下午两点 我就要去阿姆斯特丹了 那我不会在这个城市停留特别久 只能浅浅的带大家看一下 世荣世贸 所以我的行程呢 就是先从北边 然后一路往南盘旋 盘旋而下到里斯本 去纽约这样子 温度就不会特别的冷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时候 再去挪威啊 或去冰岛这些地方 那我得穿很厚的羽绒服 那无形间就会增加我的行李的压力吧 对 所以其实我是有算过这些事情的 但即使如此 我也没有算到现在他妈的 哎 草又买了 现在在就是还没有很北的地方 就已经那么冷了 而且我看接下去 不管是慕尼黑还是布拉格都挺冷的 等我到达 比如说布达佩斯 会去什么的地方 南一些的地方 可能它也不会特别热了 还是应该再早一个月出来 但这个就是命吧 我觉得你比如说有选择 就比如说我早一个月到冰岛 也许我可以看到 包括法罗也是 可以看到海鹦鹉 对很可爱 我这次没看到嘛 但是我就可能看不到冰岛的情况 当然这完全属于运气状态嘛 所以就有得有失 就是旅行中也是这样 然后人生中也是这样 大家都不可能完美的 就是你得有趋势 来北方 真的很冷 现在是十点了很快 其实依然感觉很冷 但我昨天睡得还不错 所以现在身体差不多恢复 对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平时常忘了今天是星期几 特别是在异国他乡 节奏似乎变得模糊不清 我一度疑惑为什么今天路上这么冷清 直到意识到国内调休的日子 这里却是一个寻常的周末 只有鸽子和海鸥 静静地在空中盘旋 而划过安静的街道 海鸥大部分原因都是毛里兹 住宅美术馆里的那幅画 除此之外呢 海鸥还是国际法庭 还有国际刑刑 什么 机构建立了树立的位置 它被称为国际正义制度 人和国的监狱也在这边 所以海鸥 大家可以看电视里 经常去海鸥法庭打官司 经常被移送到海鸥法 海鸥监狱什么的 这种故事特别多 海鸥这边还有个监狱博物馆 好像排队的人还挺多的 但我的目标就是去看那幅画 现在还没有看 刚刚准备好吧大概是 你看就是很小的一个美术 但是因为它的这幅画 而与众不同 美术馆的票其实是蛮贵的 大概是20欧左右 相近20欧吧 OK 所以我们进去一次 这个美术馆是长得很小哦 然后排队入内 没错 我最后到了 我觉得有很漂亮的绘图 还蛮不复复的 还蛮不复复的 很复复的 你这么复复的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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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珍珠耳环的小女 就算那个人没看过这幅画 也应该看过斯嘉里约翰逊之后出演的真人电影 现在就可以进入这个展厅 大展厅里面我就需要带麦克风 其实我上两次叫我上两次麦克风的分头 就口没有朝着自己嘴巴 所以很乎乱 所以我要注意一下 这样每个美术馆看东西都是有个动线 就算它没有标准 你自己也得有一个 所以我得先从上面往下走 也可以选择下面往上走 从上 哦 这是一个 哇 这个建筑就很屌 很殿堂 哇哦 好漂亮啊 这个建筑 愧是住人的一术馆 它就将画作与这个住宅的装饰 融为了一起 那单说画作本来就是装饰的一术 不知道将军展厅 它就是一个很好地展展厅 这是比较显示主义的一种 当然也夺理不了一些宗教上的命题 我这里加入很多比较美好的游戏 就是画画 就算居住人的一种 就算居然坐在一起 这个乙启市年特杰 就算居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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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都没共用 真居然港 当居然港 盖 您 家 这下 不能 Mehr 我很喜欢这幅画 很生动 颜色运用得也很好 这个他做了个强丝 把沉连的时候 在各角度往下延了一点 比陆冯更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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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以来说 是他喜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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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边这种位置 看着像是可以休息的地方 但其实是不能坐 这个美术馆的收藏者 似乎对花情有独钟 许多色彩斑斓的油画 被精心地摆放在每一层的不同角落 每一幅画作的色彩 都丰富在诉说着对自然的深情 与复古华丽的建筑装饰相得一丈 那精致的雕花天花板 优雅的拱形窗户 以及考究的陈设 似乎为每一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高雅与韵味 商品店必须是要来逛的 但是都是围绕这幅画展开的 没有很多其他的周边 嗯 嗯 嗯 这种东西啊 平添花 坚持一数啊 这幅很出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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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嗯 在大英古館是路通工那些地方我们也都看过了 哎 这个米飞 呃就米飞大家都很知道哈 就是这边代表公赛 然后再加上这个的设计好可爱 这多少钱 39 算了 再见 但她很可爱 这取衣服呢 她说有没有去过这个展厅 我说没有 她最近要去看一下 这个展厅是另外的一个楼梯上去的 我们去看一下 What? Museum? 既然是一个博物馆 看它有什么收藏 其实是博物馆 海的 骚不骚 这些出轨做的很漂亮 有很多日本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人偶 他不爱那么多日本人在这边看 刚才我碰到的 还有很多人讲日语 我懂 还在乱七 为什么还可以 哦 这些是博物馆 这边是博物馆 有些什么呢 这是唐山才偶人吗 新华词评 不刻白 白 是最早的博物馆 我们知道 最早的博物馆 是最早的博物馆 我没知道 我们知道 画得很可爱 画得很可爱 那么多有点不快 但是反正就挺好看的 很艺术 颜色很鲜艳 然后又很煎饼 有点卡通那种感觉 有专门的设计师去做这个东西 最后感觉是 很工整 Graphic Design 设计师的DNA 好大的鸟啊 好大的海鸥啊 好悠闲啊 因为万圣节快到了 所以还有很多南瓜在卖 这是谁家的小猫呀 窗台上拍太阳的啊 这只鸟 刚才飞起来的时候 翅膀展的超级大 其实近看它也是很大的一只鸟 哦 你看它的翅膀超大的 我的巴士进场咯 好 那我就出发去阿姆斯特代